大家好,非常感谢 我们公司的古佩大码是ESI 我们的公司名是Environmental Clean Technologies 澳大利亚环境清洁技术有限公司 这一面是免责声明 今晚我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公司的情况 业务以及两个技术 一个是Coldry和煤干燥技术 得到了一些商业推广 另外一个技术叫Matt Moore 将在未来12月24个月内推广 我们也计划在维多利亚州的La Trope Valley 进行洛阳发电站的建设和运营 我之后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财务分析的情况 以及成本运算 我认为任何一个技术要进行商业开发 首先要进行一些数据的研究 今天我要和投资者进行一些数据研究的结果的分享 我在2007、2008年上任 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上任之后在销售和市场推广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 确定了我们的主要的市场 第一个市场是中国 其次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 当然澳洲的本国市场也十分的重要 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 在研究战略市场的时候 我们会看本身的技术能如何满足市场的需求 同时也寻找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市场的合作机遇 我们在中国的市场推广已经出现成效 之后我会和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的鹤煤干燥技术是将鹤煤或刺烟煤进行脱水 这种煤是最低级的煤 水分非常的大 燃烧后的二化碳排放非常高 也容易自燃 所以如果要从地下进行鹤煤的开发 很容易会着火 所以我们在Litro Valley的发电站会在18个小时之内完成煤炭的开采 进行准时的开采和生产 同时也没有不存在什么鹤煤交易市场 因为这种产品非常难以运输 它的含能值非常低 同时也污染环境 所以就算是要进行鹤煤的开采 也只是供当地的发电站使用 因为这种资源非常的廉价 所以它产生的发达电也非常的便宜 目前的鹤煤资源是远远多于鹤煤资源 另外一个技术是叫Matmore技术 它是使用Coldry技术 生产更高品位的钢铁产品 这种技术可以将捏尾矿 品位较低的钢铁 以及炸钢皮重新制成高品位的生铁或者是工具钢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简要介绍一下Coldry和铭干燥技术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父母用Canwood搅拌机做蛋糕的情况 有时候他们会将搅拌机前面的钢头换成一个绞肉机的钢头 我们的机器和绞肉机非常的类似 将煤运进放入机器之后 机械的运转会促使化学反应的产生发生 压榨机中的螺旋转进行剪切 在这样的运转之下会产生很多的热 使水蒸发 使得温度上升到35摄氏度 为了能够不使煤自然 我们会向其中输入水 之后被压几成香肠的形状 并不是这种形状并不是很吸引人 因为它非常的潮湿而且冒着热气 我们使用的压榨机是之前在制砖厂中广泛使用的压榨机 而我们的机器是从美国著名的生产商JC-Steel引进过来的 我们将产品放到预处理传送带上输入热空气 经过5到30分钟的干燥 我们的热气是从附近的发电站中引进的冷空气变热 同时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使用本身产煤所散发的废热进行干燥 使用这些废热 我们可以减少蒸发所散发的能量损失 相当于是直接将煤炭中的水再加以利用 这也让我们不必依赖当地的河流取水 增加我们本身的抗肝汗的能力 在煤炭产品进行预处理之后 我们将煤炭运制包床干燥机 输入更多的干燥的热空气 干燥的热空气变成湿润的干燥热空气之后 经过一个冷却机再重新变成水 我们这种方法能够以更廉价的成本从煤中取水 比维多利亚州的蒸馏系统要节省成本的多 如果真的发生了干旱 本地的河流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水 我们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因为我们在Coldry生产的过程中 能反复利用这些水资源 所以在48小时之后 我们的产品就生产出来了 可以进行储存处理或者是运输 就像黑莓一样 所以我们叫这种产品叫黑莓替代产品 维多利亚州的煤矿水含量大概是60%到62% 经过我们的工艺加工之后 水分能够降到12% 从能源角度来说 原煤是2000千卡 加工之后是每吨5900千卡 新加州的煤炭离岸价 高辉分高硫酸含量的煤炭 离岸价大概是每吨120澳元 希望大家能先记住这个数字 我们之后要做一些分析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技术 叫Matt Moore技术 它非常的独特 它是使用Coldry技术 将捏尾矿和一些非常低的铁矿石 重新进行加工 也可以重新加工炸钢皮等 我们将这些原材料放入反应罐 注入大量的热 由于赫酶非常的不稳定 化学反应之后产生大量的热 所以将锡煤到达反应罐底部的时候 会产生大量的热 再加上我们输入空气 剧烈的化学反应之后 能够生产出高品味的钢材产品 这比传统的炼钢厂要更节省成本 我们已经将中国、蒙古、美国、印度、澳洲 各国的一些涅槽矿和铁矿产品进行了测试 能够100%的回收铁资源 而有的涅槽矿也有股 这种资源我们也可以进行回收 像昆盛兰州有很多废的涅槽矿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来让这些涅槽重新 创造一些收入 这种技术是我们公司将会大力推广的一个技术 是我们皇冠上的明珠 有很多的发展机遇 当然我们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市场营销方面的情况 这也非常的重要 这一个图是煤炭价格的一个图 煤炭价格非常不稳定 但是煤炭的需求是不断的上升 然后一个发电站大概都是20年的周期 而有人说中国是每一个月建成一座发电站 中国需要大量的荷煤 现在已经是一个煤炭进口国了 他们有很多的煤炭资源 而这些资源都很适合进行我们的工艺加工 我之前在欧洲西门子工作 决定要来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 西门子的农业部负责人认为我疯了 因为他不认为荷煤有发展前景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荷煤开发成黑莓替坦产品 我们可以收和黑莓一样高的价格 我们是一个小公司 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是一些国际大公司 比如Arup Arup是全球最大的工程顾问公司之一 该公司已经进行了自行投资 在我们的技术中 他们在三年前完成了一个预可行性研究 而我们现在和他们要合作 继续融资 第一阶段是进行一个设计投标书的工作 我们会和沃利帕森和GHT合作 这两个公司都是洛阳发电站的合作方 已经签署了量解备忘录 而我们工厂的设计价格将由McConnell Down提供 保证最大工程费用进行建设 这个公司已经建设过类似的工厂 而下一步工厂运营和维护将由Transfield Service负责 而至于产品的运输 我们会请Patrick完成 目前还在和该公司进行商谈 有望让这个公司帮助我们将产品出口到中国 我们公司的目标是要向中国达到出口品级的产品 我们公司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资助 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工作 我稍后会和大家介绍 目前我们公司是一个黑莓替代产品的出口国 我们可以帮助附近的发电站创收 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同时呢帮助维多利亚州的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于成购的工作 我们已经和中国大唐签订了量解备忘录 他们有望每年购买我们200万吨的产品 他们将在2012、2013年进行一个燃烧测试 2000吨的燃烧测试 如果测试结果满意 将可能每年购买我们200吨200万吨的产品 按照从Newcastle的离岸价每吨120澳元计算 这将是非常多的收入 下面给大家介绍洛阳发电站的各个股东 其中AGL占32%的股份 东京电力诸事会社占32.5%的股份 Transfield占14%的股份 剩下的是一些小股东 我本人非常积极地寻找投资 进行产品销售 我们如果进行一个成本估算的话 每吨生产产品是需要12.93澳元 再加上碳的成本不算债务的话 生产产品每吨是31澳元 按照从Newcastle的离岸价每吨120澳元计算 出口到中国的运费40澳元计算 只需要每吨71澳元就能够运到中国 中国有一个情荒岛的进口指数 如果按照最低的价格计算 导案价格每吨117.85澳元 如果再加上一个10%的折扣 我们还是可以获得每吨大约46澳元的利润 我本人非常支持征收碳税 我们去年出了一份报告 叫澳大利亚洲二氧化碳减排 是执行还是教条 有很多公司也出了相类的报告 认为提出应该如何减排 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报告 或者是政府的讨论 大家都不愿意提煤炭这两个字 这是因为维多利亚洲十分依赖赫煤 而赫煤的燃烧有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使用风或者是气 我们之后也会向市场公布更多的研究报告情况 但是如果按照每多二十九澳元的碳水计算 如果我们建设一个普通的黑煤发电站 使用一支的技术来替代像黑色物的这样的污染大的 赫煤发电站的话 很可能减少氨化碳排放高达50% 至少减少氨化碳排放45%到55% 这是未来二十到三十年的减排目标 一步完成 而如果你使用百分之二十的cold dry和煤干燥产品 不论不用进行任何的改造 只是放一个煤炭的处理设施 那么就可以减少氨化碳排放8% 维多利亚州的经济是依赖廉价的能源 所以其他的州都向维多利亚州输入资源进行加工 如果我们征收碳水使用更多的风能和天然气 那么澳大利亚各州的电价将会达到一个均衡的水平 这样的话其他州将会停止向维多利亚州输入资源进行生产 以便节省交通费 这样将会对维多利亚州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面对煤炭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感悟 总而言之我们公司是面向国际市场的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市场 我们的技术非常有突破性 我们的技术如果得到推广 能够在亚州尤其是中国有效的推广的话 能够生产出替代黑莓产品 能够改变整个游戏规则 我们的技术能够使得煤转能源煤制尿素等工业的发展 可以帮助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能够帮助本地的发电站 创收他们甚至可以使用爱化碳加以利用 而不是直接埋在地下 我们的技术能够为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 创造更多的收入 而我们的MATEMO技术同时也极具潜力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请提问 请订阅电视频 谢谢大家